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等你和你家人能夠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 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子宮頸細胞二變的自然療法 那我相信大家都經常聽到說 女性應該去定期做副科檢查 那最近呢 你們應該都會在巴士站啊 地鐵站啊 或者一些雜誌啊 會見到一些廣告是 關於那個那個疫苗啦 是不是 因為呢早期呢 就我們知道啦 就是子宮 副科檢查呢 很多時候呢 除了會包括子宮抹頸 就是Pap Smear啦 是吧 但是我們事實是可以看到呢 那麼多年來的 就是推動這個 施檢的方法啦 每年 那結果呢 那個子宮頸癌的死亡網絡 是沒有改變的 那好了 那近來怎麼辦呢 如果做那個檢查不行的 那就想想有沒有預防咯 是吧 那大家已經聽到了 是吧 就是整天在那個電台啊 是電視啊 整天都有說的 那他推薦的疫苗呢 是叫Gardacel G-A-R-D-A-C-S-R-L Gardacel 那因為呢 現在呢 一般呢 感覺呢 就是 子宮頸細胞疑變的 那個成因呢 都是跟一種病毒有關的 那大家都經常都聽過這個字 H-P-V Papeloma Virus 那就是 那現在大部分的 的供應都認為呢 這個是那個主要的原因來的 那我首先要知道 子宮頸 是在我們的子宮的下方啦 那就是可以在門口啦 還有頸部的地方啦 那是連接我們的身體的子宮 和我們的陰道的 那通常呢 如果大家 其實很容易 就是會 可以檢查得到的 那 我們是做檢查的 通常是戴手套啦 那其實一個手指那麼長的 那 如果你用陰道 這樣放手指下去呢 他手指尾呢 你就會感覺到呢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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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物呢 其實那個硬物呢 其實好像鼻哥尖的 就是想知道子宮頸的感覺是怎樣呢 其實按一下你的鼻哥尖呢 其實子宮頸的感覺就是這樣 通常一個手指那麼長 通常用中指的身度 用陰道呢 其實都可以摸得到的了 那 子宮頸細胞裏面呢 其實可以說呢 是一個 子宮頸表面的細胞呢 出現了異常的細胞的成長 那這些細胞呢 當然呢可能是癌症的先兆啦 或者呢 可能是本身已經是癌的了 那 根據我們的檢查呢 我們將這些細胞異變呢 就分不同的等級的 那 我們有一種叫做 low grade 或者低的 低的等級 或者high grade 高等級 那就是視乎 那個細胞 異變的細胞 那個成長 到什麼程度 那 如果低等級的 細胞 子宮頸的細胞異變 那 我們的英文呢 就叫做 LSIL 就 low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叫做 LSIL 那 我們翻譯 一種叫做 倫臟的上皮 內病變 那 當然呢 這種的 通常呢 低等級 這種的細胞 那個 異變 通常都是 進展得比較慢一點的 但很多時候呢 其實你不用知道 它自己會痊癌的 那 另外一種 叫做高等級 那 高等級的子宮頸的細胞異變 就 比較 危險些 因為它也可能會導致到子宮頸癌 那 我們的 例行的檢查 所以就比較重要的 那 原來呢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的 這種 嚴重點的子宮頸細胞 裡面呢 會慢慢 演變成 一種 一種子宮頸癌 或者是侵犯性的子宮頸癌 那 正如我剛才所提及呢 其實呢 這個 子宮頸細胞 裡面呢 通常都是由 這一種的 所謂HPV 這種 這樣的 病毒引起的 而這種HPV 通常都是由 性行為那邊 來傳播的 那 但是呢 HPV 很多種的 有差不多 多過三十幾種型的 都可以 是 令到我們 我們那個 性器官的地方 是受到感染的 那 幸好呢 大部分的女性 受了這所謂HPV的感染呢 大部分的 都不會演變成 就是那個子宮頸細胞的疑變 嗯 那 我也都發現 就是 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的女性 在她一生之內 都會感染到這個HPV 這種這樣的病毒的感染的 但是因為我們身體 有足夠的免疫能力呢 是可以把這種病毒 控制得到的 那如果感染了之後 有些什麼症狀的 通常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症狀的 那所以呢 你自己又不會感覺到 她痛啊 或者 發炎啊 其實通常大部分都是沒有的 那這個 這個始終是一個 很表面的病毒的感染 那所以要靠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細胞抹頸檢查 來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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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診斷 那但問題呢 就算是這樣的 那些 那些 西胞抹頸檢查 其實它的準確性 都不是那麼高的 那我們有時候 我們在 在外國有些資料 就發現 有個女性 每年都去做檢查的 那但是呢 每年都說她沒事的 那突然之間呢 就是她患了 尾期的子宮頸癌 那這樣 那所以呢 即不是說 很多的試檢的方法 都本身都不一定是 那麼有 那麼有的 準確性 那 那 所以其實最重要 都是我們要 想一下 如何去預防 最好 那這個問題 的基本成因 究竟是怎樣的 那 我們都經常強調 什麼的病呢 其實是 自然醫療 就經常很強調 是物先輔而後重生 嗯 那麼當然在西醫的 傳統的 就是 流行的西醫 不要不是 他們通常呢 就認為呢 就是HPV 是個治病的因素 那但是問題就是 就是病毒的細菌 是無絕不在的 好 那但是你會不會 引致病出現呢 都是好視乎 我們那個身體的 免疫能力 那所以呢 什麼情況之下呢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當然當你的身體 免疫能力弱的時候呢 就會容許一下 這些這樣的 HPV的病毒呢 就可以來到生長了 那還有一個就是 荷爾蒙的不平衡問題 那如果你是吃煙的人呢 就會增加你的風險 有兩倍 那還有呢 飲食方面呢 如果我們的 我們那個飲食是很差的 尤其是 我們那個水果 和蔬菜 喝得吃得不夠 那這個也會增加我們的風險 那這個也會增加我們的風險 那肥胖呢 也都是一個風險之一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口服的鼻人藥 那這個也會增加我們的風險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性行為那方面 那發現呢 如果你的性伴侶呢 就是一個 大家都是處男處女呢 那差不多呢 就是沒有什麼機會 會遇到這個問題了 那當然呢 有性交的行為 或者濫交呢 會大大增加這個風險的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有些什麼的因素 會導致呢 那原來呢 那個 HPV 這種病毒呢 年紀越大呢 其實 感染機會反而越小 所以通常 比較年輕一些 出現的機會大些 那還有呢 那個 社會那個 那個 經濟那個地位 都一個因素的 那通常因為 如果你說 貧窮的 社會經濟地位低的人呢 通常他們那個 健康都比較差 那這個是一個原因來的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 那個 chamedia 的感染 那個 那個 一種的 一種 寄生蟲的 chamedia 的感染 一個 還有呢 就是那個 HIV 那個 HIV當然啦 HIV都是因為你的 你的免燃能力差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那個 那個 愛知病毒 的感染 那還有呢 如果那個 性伴侶很多 那當然呢 你受到感染機會也會多很多 那我們有些什麼檢查 可以檢查到 有這一樣 HPV的呢 那除了子宮抹片之外 有沒有其他 測試的呢 那除了一個 PEP smear 子宮抹鏡檢查 那也有一種 是直接 用那個 陰道鏡的檢查 那其實 通常都是在一起的 因為 通常都是用那個 陰道鏡 打開那個 陰道就可以 看到那個子宮頸 然後呢 就會用那個 棉花棒 是不是 就刮那些 就是子宮的表面 那些細胞 那當然呢 如果你看的時候 看到 好像那個 子宮頸 那些 組織 表面組織呢 好像有少少 紅紅紅的啊 發炎啊 或者可能有少少 好像浮浮腫腫腫 或者甚至乎 潰爛 那你已經知道了 看到這個問題了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看一下 那個 身體的荷爾蒙那方面 那所以 荷爾蒙測試呢 有時候拿血 拿尿啊 或者拿口水都可以的 那還有營養不足方面 那維他命D 維他命B12 和葉酸呢 都是會引 就是會導致這種問題 容易出現的 那所以有時候呢 那些人就會測一下 這個有沒有維他命D的缺乏 B12 和葉酸呢 足不足夠啊 袁醫生 整傳性的自然醫療 對這方面的問題 效果好不好的 其實呢 用自然醫療的方法 處理那個子宮頸的細胞裏面呢 尤其所謂叫做低等級的那些 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麼我們 很多時候呢 我們很快呢 就再去檢查 你已經可以見到 那個細胞已經改變了 那麼當然呢 我們主要用的呢 是很多方面呢 包括飲食啦 那麼我們飲食方面呢 通常呢 就叫吃多些蔬果 就是蔬菜水果 可以幫助 就是預防這個HIV HIV的那個感染啦 那那裡的水果呢 所謂呢 就是吃一些所謂 胡蘿蔔素多些的 就是橙色那些 或者三綠色那些 那 還有呢 就雞蛋啦 這方面的 那食物呢 包括就是 胡蘿蔔素多的食物呢 包括紅蘿蔔 那個cantelope cantelope 即是蜜瓜 對不對 那就是那個西瓜 黃瓜 那個peaches啦 土 水蜜蜜蜜 蜜蜜 還有那個粟米的 那綠色的 綠葉素的綠色的水果呢 也都非常之有效的 那有些食物呢 我們叫做lignum rich的 的那個蔬菜 那這種是包括 洋蔥啦 蒜頭啦 還有那個西柚啦 西柚啦 還有一些種子啊 還有那些 海帶呢 都會減低這個風險的 那我每天呢 吃多些椰菜花的 cruciferous vegetables 那那個十字 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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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葉的 這類的植物呢 包括cabbage 椰菜花 broccoli 西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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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讯息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回来愿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子宫颈细胞二变的自然疗法 袁医生刚才你提过 很多蔬菜 绿色蔬菜 十字花科的蔬菜 都可以帮助到这个症状 还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到 子宫颈细胞二变 食物方面 譬如含有维他命E那种 维他命E我们叫Alpha Gamma-Tocopherol这类的 维他命E丰富的食物 都可以预防 还有我们经常讲过蔬菜汁 大家都听过 如果遇到五日或者七日的 喝蔬菜汁 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能力 也可以将我们身体的 痴激素的新陈代蔬物减低它 那有什么食物是需要避免的? 所以任何的食物都会抑制免疫能力 譬如很多单糖的食物 包括很多精炼的菊蕾 汽水、梳打、果汁 因为果汁本身糖分很高 很多时候我们喝果汁 没有稀释过的果汁 其实这个糖分就会冲击我们的 还有就是尊责食物 和精炼的食物 这都是一个问题 那有什么治疗法的处方是帮助 这个子宫颈细胞异变的? 针对这个子宫颈细胞异变 其实都有很多的独特的工具 那譬如我们会用维他命B12 B12 其实我们很多人小时候 以前都很流行的 打那些补针补针 其实讲B12 最近我都看过一本书 成本书是讲B12的 原来B12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像我们 我以前小时候都听过 这个很普遍的做法 打B12针 那为什么要打呢? 原来你就这样吃 就是会化解了 但是现在很多时候 你又不想打 有一种是理体用的 一种特别的理体用的B12 通常1000到5000的mcg mcg每天这样用 当然如果B12 尤其是服食的B维他命 最好就是用B12 在一起的 就是不要单独的用 再加上B12 尤其是那些女性 如果过去用过那些 所谓口服的避孕药 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B12对细胞的 分裂 健康的细胞分裂很重要的 除了B12之外 除了B12之外 我又会考虑用 采用叶酸 folic acid 通常我们的分量 都是2000到10000的mcg 一天 叶酸都是在 处理我们身体的 细胞的健康分裂的 如果高的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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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过去的 女性有用的 那些 口服避孕药 是更加重要的 通常 叶酸 有很多种的形式 如果在这方面 你都会找一个 这方面的 有关的 整传的医生 可以帮得到你的 还有一个配方 我们也叫做 Indo-3-Cabernoy 我叫做I-3-C Indo-3-Cabernoy 或者是 Di-Indo-Methane 我们通常叫做DIM 这种营养产品 这种的产品 都是由 刚才所谓的 十字花科目的植物里面 抽取出来的 他们的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 排除这些 刺激素 过量的刺激素 这个就会帮助 这种的过量的刺激素 本身就会 令到HPV的感染 是更加差的 还有一个就是绿茶 我们的亚洲人 日本 很多人会喝绿茶 当然绿茶有些成分 是很重要的 我上次也有提及的 最好EGCG 最好有 多过50% 还有多份 Polyphenol 都要比较多些 才有效的 所以绿茶 喝绿茶 或者用那个 胶囊装 大约300mg 一天 也有些人就用来 失因度用 用这种制品 好了 那种一种就是 胡萝卜素 我们可以用的份量 差不多是75,000 的国际单位 一天吃两次 这样 那胡萝卜素 是水溶性的 所以 虽然有时 高的水 高量的胡萝卜素 会令到你的皮肤变黄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胡萝卜素 是没有毒的 就算皮肤黄 也不是代表你 干受了影响的 好了 还有一个工具 其实这个是同学疗法的工具 我用的疗剂叫做 Coneum maculata 也叫做 Hemlock 它中文翻译是 毒心 原来 同学疗法医生 这方面 有很多经验 如果你用那个疗剂 这样用 一天用两次 用两个星期 很快 你再去检查 指空抹颈 本来是 阳性 很快变回阴性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疗剂 叫 Coneum maculata 如何处理呢 好了 Coneum 就是 Coneum M for mother Coneum Coneum Maculata M-A-C-U-L-A-T-U-M Maculata M-A-C-U-L-A-T-U-M 我们中文叫做毒心 因为是Hemlock H-E-M-L-O-C-K 其实 苏加格拉第 Socrates 都是用毒心 毒害 但同学疗法是一个经过很轻式的药 所以这个毒性的问题就不会存在 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 同学疗法医生 是融在子宫颈 就像子宫颈癌 我都很多时候用这个疗剂 还有这个 有一个叫做 Aura-Muriaticum-Naturum Aura-Muriaticum-Naturum 当然这些疗剂 其实就不是那么普遍 买得到的疗剂 通常遇到这个问题 你都是找一个有资历的 同学疗法医生 就不需要自己去买这个疗剂 但Aura-Muriaticum-Naturum 其实是绿金酸钠 就是有钠 有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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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 用维他命E 用400 国际单位 通常 有成分 维他命E 有几类 有三类常用的 有Tocofro 和Tocodrienol 他们发现 如果维他命C 不足 很多时候 会增加 子宫颈 细胞 的 耳变 袁医生刚才提过一些独特的处方 那有没有一些处方是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工具其实也很多 除了维他命A除了口服之外 也有些是一种失肛门的用法 当然这个都需要一个医生指引之下用 那姜黄大家都知道 姜黄是可以抑制那个病毒 那个人与头状的病毒 那也都减低那个发炎 那通常我用的量都是500mg 一二次这样 那还有一个就是Echinacea Echinacea就是止嘴花 那止嘴花大家都知道 是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那原来也都有抗病毒的效果 那我们通常就可能用 如果用那个钉剂 就用一个CC那么多 如果用那个软状 通常都用300mg 一日两次 那还有一个呢 一个草药呢 就叫做Lomatium L-O-M-A-T-I-U-M 这个不是常用的 不是常买得到的 那我们古登以前 我们都有一批这个工具 因为这个呢 是专门对付病毒的能力很强的 增加我们免疫能力的 那份量就不能多 但是我们发现呢 都有人用这个工具 这个草药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有一种 是一种疹的 一种敏感的疹的 那遇到这个情况 就只能够停止用的了 那但是这个Lomatia 是对那些病毒感应 是很强的 就是那个效果很强的 那还有什么免疫的工具呢 那中医里面呢 有叫做黄旗啦 Extragalus啦 黄旗啦 亦都是增强免疫能力啦 亦都有抗那个 病毒的功效啦 那通常的用量呢 都是用1000mg 或者3cc 12次的剂量 好了 那大家都听过啦 有一个巴西蘑菇啦 我以前也有 有几集呢 是专门介绍的 巴西蘑菇 那巴西蘑菇 原来有一个很主要的成分呢 我们叫做Beta Glycan 叫做B-pro-醉糖 Beta Glycan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 现在已经制造了很多的 营养产品 就这样叫Beta Glycan 那你都可以用这个的方法 主要是增强免疫能力啦 那在自然疗化的里面呢 我们也有时候有一种的方法呢 我们叫做腐蚀性的方法 就是Asclerotic 那我用一些草药啊 加维他命的油 是一种塞那个阴度的 那我以前有这些这样的工具 就是通常呢 就将那块 那块 物质 那个局部用的工具呢 就塞了到子宫颈那里 那通常呢 就用一些 内置的棉条啦 那顶着它 这样过夜 那用它一轮这样的 那当然呢 处理这个方法呢 都要 要有一个专门的医生 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治疗化医生 会帮得到你的 那好了 那除了这个啦 就是我刚才所说啦 同学疗化啦 那同学疗化 那同学疗化医生的那个 就是毒芯 是主要的疗剂啦 那当然其实有其他的 那这个都需要你找一个 就是一个合适 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有合资格的 同学疗化医生帮你啦 那当然啦 你有中药 那当然可以啦 是吧 中药啊 还有那个針革都可以做得到啦 那还有一个就是体质水疗啦 那体质水疗呢 我们都前几 前一集都开始有介绍的 那这个是一个 美国的治疗法 那个医生里面呢 都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的 那因为呢 我自己在美国呢 是曾经拜访过几间 自然疗法的诊所啦 就是所谓我们的前辈啦 那我发现呢 他们呢 体质水疗呢 是差不多呢 是他们那个治疗工具的效果 是一半有过体质水疗那里的 那当然一旦是体质水疗 那打算是否浸浴缸呀 浸冻热水呀 其实就不是 我只不过用一些 就是冻热的湿毛巾啦 是敷在胸背那方面啦 跟着我们又用一些 一个一个光疗的机啦 加上的尿液呢 是来到就是 清洗那个身体细胞的能量啦 那最后呢 我就用那个苏联的太空科技啦 一个神经系统协调器呢 就tune回我们 调理我们的身体的治疗神经系统 那这些呢 就是一个 就是我的整体叫做体质水疗啦 其实体质水疗可以这么说呢 是可以处理很多方面的问题的 好了 那香氛油方面呢 我有clove啦 用cistus啦 还有cinnamon cinnamon cinnamon即是肉桂 肉桂油啦 那这些油呢 全部都是很强的抗病毒的 那也都可以增强我们的身体的免疫能力啦 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经常都说啦 其实很多病呢 这个背后的原因呢 都是一种压力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任何的方法去减压啦 譬如经常的运动呀 那个充足的睡眠啦 甚至乎祈祷呀 或者是生物的反… Bio feedback 的方法 冥想 或者用visualization 用观感的方法 其实这些都可以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当然其他方法 最重要是不要吸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很多时候 我都说口服被引弱是很危险的 很多人都不明白 其实口服被引弱是在做什么呢? 其实它是用荷尔蒙强压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以为自己是在怀人 你想象 如果你的身体是很多 几个月或者几年 都是处于一个怀人 一种假的怀人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了 最后最后 现在经常提倡 所谓子宫母颈件的Gardasol 那个疫苗注射 但其实这个疫苗 在外国是有很多争议的 已经有些年轻的人 因为做这些疫苗的注射 甚至乎是死亡的 所以它那个危险 那个安全度 其实都是未曾知道的 我觉得 在这个阶段 我们有其他有这么好的预防方法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这个 这样的方法 明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拜拜 拜拜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